BIRST BLOOD 嘿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女主播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耶娜 一開始呢交到這個小細節 那是強線上二等 這邊注意呢她雖然有血量優勢 可是我們線上二等多她一招 所以女後的首殺 基本上呢我們已經發過兩部耶娜的影片 但這部呢我們依然 大概來說來說我們的技能組 首先呢一技能是一個衝鋒 會往前攻擊兩次 而且呢這兩次是可以透過方向鍵 先來控制我們的方向 如果我們的一技能能夠命中目標的話呢 可以再使用一次 一技能打中四次加上一個普攻呢 總共五成 那就可以觸發沉默了 沉默呢是耶娜沙田的主要手段喔 相當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耶娜要帶瞬移 比如敵方如果有射手 有位移的刺客 她們不會乖乖站著讓我們沉默 也不會站著讓我們一技能 所以呢我們需要使用一技能搭配瞬移 或者瞬移在一技能 打一打敵方 阿斯卡一套把他沉默住 然後我們洛克呢給他一個猛烈的撞擊 成功把他撞飛 看來這一把呢挺舒服的喔 瓦葉娜呢或者呢凱撒路 記得呢不要被死死的綁在下路 我們要多多支援才對 尤其是中路甚至是魔龍戰 假設呢我們幫隊友打贏一個魔龍戰 拿了一條龍殺一兩個英雄 而我們的下塔被推掉了 這也是划算的 那是因為呢我們隊友打贏魔龍戰 他們還可以推魔龍路的防禦塔 這樣子呢一塔換一塔還賺一條龍 還賺人頭 當然呢我們主要的金錢來源 除了小兵之外 那就是提撒跟助攻 所以呢多多支援挺重要 那這邊我們切換成大劍型態 總共兩個型態喔 一是雙刀一是大劍 雙刀的時候呢速度比較快一點 比較靈活有位移 跑速比較快 還真的有跑速加成 敲成大劍的話呢 每一下攻擊會變得很痛 而且呢順利期間就有霸體 還能夠減免傷害 反正呢靈活的運用最重要 基本上我們最簡單的連招呢 就是雙刀型態之下 給他們一一二或者二一一 隨於你喜歡 出發沈默之後呢 馬上切大劍 然後就給敵方一個強化普攻 大劍型態的強化普攻呢會有傷害加成 非常的痛喔 這邊抓到敵方的燕娜 一個一二一連招 輕鬆把她擊殺 記得呢燕娜的一技能要滑到東西喔 也怪小兵或英雄 沒滑到的話呢 我們就只能夠滑一次 關於冷卻時間這件事情呢 如果你覺得冷卻不夠的話 第三件裝你可以改成 鋼鐵長槍 甚至聖騎護盾 聖騎護盾也非常好用喔 這邊使用一一 然後使用大招相反形態 當成斬殺 帶走敵方的阿茲卡 燕娜呢還挺各自法師英雄的 唯一有一點點麻煩的法師呢 對她來說應該是莉莉安 畢竟莉莉安有很多位移喔 圖倫的話呢可以使用位移加瞬移 但是如果她加了瞬移之後呢 我們隊友就可以抓她 一技能換瞬移也是挺划算的 那燕娜正常的攻略呢應該是 前期對線打得贏就打贏 如果打不贏也別慌 我們就乖乖清兵 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四等前的燕娜 其實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強 所以四等前呢 乖乖發育還是挺重要的 有了大招之後呢 我們就有單挑的本錢 但是呢燕娜有兩個英雄 還是要注意 應該是三個喔 若可惜艾瑞還有夜叉 注意呢這些英雄的特質就是 很控制 我們不會想要被他們綁到喔 綁到的話呢會比較 沒那麼舒服 如果燕娜真的是遇到那種 比較克制我們的英雄呢呢 就只能夠團隊合作 乖乖的洗兵 不要被敵方耗血 不要被耗血很重要喔 如果喜歡被耗地的 欸這邊找到一個阿茲卡 他開了幾軸 我們先請他吃一套大劍 成功帶走 我們剛說血量被耗地的話呢 敵方的打野會有中路 甚至輔助呢 就會衝進來塔殺我們 所以呢保持自己的血量很重要 那這邊順便提到我們這件裝備呢 第一件炎魔戰甲 現在炎魔戰甲呢 還能夠提供回血回復生命 所以呢有了炎魔戰甲 再加上補血暴跟治癒 我們的血量已經非常夠用了 請納克吃一套 可惜呢我們大劍形態的普攻 後藥比較重一點喔 還是差一滴滴沒人打死他 這邊那沒關係 找到一個阿茲卡 觸發沉默之後呢 他發現他跑不掉了 而且呢阿茲卡大概是騎走喔 他帶瞬移的話也跑不掉 畢竟已經沉默了 因為他這個英雄呢 以好玩度來說 他的排名非常高喔我覺得 如果我們要出一個 Top5最好玩的英雄更新版呢 配奈應該會名列前茅 首先呢他不會給人一種很笨重的感覺 我們一技能還挺靈活的 而且呢我覺得甚至比愛里更靈活 愛里使用二技能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劍格卡下卡下 愛里丟飛鏢呢也會卡喔 而你看我們葉娜 丟完飛鏢直接衝 那麼帥氣 玩好葉娜呢要練好的一招就是 快速穩定的沉默 沉默發了很多種喔 比如我們在盾草呢 敵方邁向草叢 我們就可以給他一個2-1-1 瞬間沉默 沉默完呢也還沒結束喔 我們記得要切大劍 普攻之後切二技能 接二技能可以把敵方打回來 反正你要先練好 讓敵方沉默的方式 沉默之後呢就算你之後連招不準 你的隊友也可以幫忙把敵方打死喔 這邊呢我們有點像一個塔拉 只不過更加靈活 也有點像愛里喔 我覺得呢我們比較喜歡 是一個塔拉跟愛里的綜合版 那炎魔戰場呢 真的很適合我們的葉娜喔 嘗試塔殺 還是不要太過衝 基本上呢我們原本的出裝是 前面先出破陣鋼槍 後面呢再塞全能武器跟兩個防禦裝 比如衝鋒戰甲反甲跟仙靈德魯伊 可是呢 像我們現在叫出裝前面先出炎魔戰甲 坦度就很夠囉 後面就可以補傷害 如果你玩我們招出裝呢 等你出到全能武器之後 你會發現塔人非常痛 那等你出到王子之間之後呢 你會發現 有時候你把敵方沉默他們就死掉了 根本就不需要後續的連招 暫時技能呢我們還是推薦帶順利 那我覺得呢 機走可能也是可行 斬殺的話呢 目前我們還不會覺得他傷害不夠 如果逆風局 欸這邊我們再展示一個 就是官方所說的 修好了460PIN 這邊我們再次做一個民調喔 做個調查 在官方破文說 已經修好了這個 不會爆拼的問題之後 依然會爆拼的玩家 請在下方加一 我們看還有多少個人喔 這邊挺無助的 希望我待會回來的時候 可以乖乖的在某個 喔 但沒關係 有個好消息呢 就是全能武器現在 可以增加10%跑速 這樣我們攻擊打到 小冰野怪英雄 所以呢我們還是挺靈活的 欸這邊抓到他們 抓到他 葉娜 他叫了瞬移呢就算了 畢竟我覺得我們的瞬移呢 用來殺葉娜不划算喔 我們應該用來抓後排 追追這個阿茲卡 OK直接秒殺 那基本上我們的跑速呢 尤其是算到形態下 會比其他英雄快很多 所以呢我們可以不用急著 現在要位移 喔別忘記呢 普攻也能夠觸發我們的被動喔 可以為敵方疊一個花瓣 疊滿五層就是沉默 找到跟納克羅斯 我們在八體狀況下呢 大件型態使用技能 會有傷害減免喔 我們跟納克大招有點下 只不過呢那顆大招只有八體 我們還多了一個減傷效果 血量不是很好喔 可是我們沒有全武器的關係 可以輕鬆吸起來 而且呢我們第一件裝備 就是研磨戰甲 還有增加生命回復 喔這個菫 相信他應該不是想要透射喔 他要射野怪 你不小心射到我們的龍 但最後buff還是在我們身上 那就OK了 我們來準備推一個塔 燕亮呢到了後期團戰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抓敵方後排 尤其是法師射手 再來是打野刺客 兵線清一清 這時候我們還有大概四個血 四個血應該夠打贏納克羅斯 跟納克塔的話呢 要想盡辦法觸發他的沈默 而且呢我們的一技能 要預判他的位移 只要能夠沈默呢 我們通常都可以直接把他秒殺 切換大劍一個普攻 他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切換大劍情況下的一技能呢 是一個蓄力喔 蓄滿可以擊飛 可是呢也可以蓄一下 然後馬上普攻 像我們現在這樣蓄一下呢 還能夠偷懶 藍Buff對我們來說還是有用的喔 喔這邊注意到這古墓呢 我們對我們的霸體太過自信了 最後的霸體空隙呢 直接被古墓暈著 然後結果涌得暈 我們就起不來了 其他之卡是一套連招 最後身上去一個強化一技能 直接帶走 蓮娜的大劍形態下呢 我們不管一技能二技能都能夠接瞬移喔 一技能蓄滿擊飛 二技能最後一道是擊飛 每一道都是擊退 總結來說呢這個角色的性能是 他長得還挺漂亮的喔 而且技能的手感呢也不錯 目前玩起來呢 沒有一個特別變態的感覺 不會像弗洛倫剛出那麼OP 我覺得呢這個算是挺平衡的一個新英雄喔 以近期來說 他也不會像那個 原本的艾蜜莉一樣 完全出不來喔 另外的話也要記得喔 我們在沒有大劍形態下呢 是沒有任何減傷 那時候的我們是挺脆皮的 所以呢不要用我們的臉 去接射手的子彈喔 會瞬間沒有 那最後呢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喜歡影片別忘記按讚 訂閱打開鈴鐺 也歡迎分享 給你喜歡YUNA的朋友們 那我是上二 我們下次見 掰掰